我是觉得我们的国民教育 现在的所谓的艺术与人文课 九年一贯字中间有个艺术与人文课的系统 几乎文化界的人很少人不批评的 因为它变成一个很松散的一种 听上去好像又是艺术教育 又是人文教育好像很完美 但是越是这样子 又什么都学不到 结果什么都学不到 我尝试看他们中小学的艺术与人文教科书 我翻翻看 我觉得那是什么都学不到 我听过他们音乐界的 像林古坊教授 像马水龙教授都在批评 我是visual art方面 我是视觉艺术与人文 我也觉得他们学不到什么东西 那根本上说他也没有达到创造性的教育 也没有达到审美的教育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怎么样重新检讨 这个艺术人文课程 如果实在不行 因为我知道教育界有些人很坚持 那这里头有可能有改革的困难 那就另外增加一个课程 另外增加审美的课程 那么我觉得这个美感教育 要非要从头来岂不可 而且从中小学做教育 而是最彻底 而且最容易达到目的 而且可以很快加效果的 这十年 八年 三年 五年以后 毕业生出来就会有点效果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